我覺得這破壞生活環境是不行的 不然這樣子去賣掉 賣掉就是很不值啊 其實會破壞生活環境這樣是不好的 覺得很惡劣而已啦 對啊 因為我對它的樹沒什麼印象 學生說的樹現在只剩底部 仔細近看花紋特寫 黑色的心裁 它可是價格不菲的高經濟樹種 毛氏 台灣黑檯木生長緩慢 新竹新湖國中校園裡 原本有四棵 已經種了十幾年 高達三公尺 樹幹直徑二十公分 置業茂盛 如今各個被斷頭砍光光 護署人士心疼又氣憤 只因校方私下變買土力 因為它就是一個生命教育的高手 它如果是它就這樣 它提供實在算是不對 如果是因為也需要保費 如果是因為這是我目的 所以這樣保護過的時候 把它砍斷斷 或是弄斷斷這樣子 對 對 是去年七月的時候 我們移除的啦 後來 我們的確是有些強生的故事 還是人家講說 那個樹真的就比較 它是要大殼的 那個才小殼這樣子而已 校長坦承 樹是他決定砍掉移除的 不是百年朗樹 核來變賣土力A錢 請到自己並非樹木專家 夏令刺死只是為了安全 因為那個樹是整個很大 有一點也不算大十幾年的樹 但這是我們隔壁的社區 大家在回腳邊 打到隔壁社區的高壓電線 所以颱風來的時候很危險 社區的民眾 社區委員會不會一直 每天又把人說颱風季節又到了 你要趕快修樹 我們每年這樣修 結果真的是太多錢了 事實上我也不曉得 那個樹種是什麼樹種 我們連把樹帶走到發現門 請人家在呢 校長解釋這四顆毛氏的樹枝 會不斷拍打高壓電線 弱汁更是危險 年復一年的越漲越大 修繕費用也越來越多 無力負擔 樹跟圍牆距離太近了 如果要衣服 整個圍牆都在打掉 原因公司說真的沒辦法 沒辦法用衣製的方式 掌握除掉 然後這裡是一個環保教育 一個生命教育它給我們 營養是一個教育上的 什麼東西這樣 如果這樣子不是 我覺得破壞生活環境是不行啦 不然這樣子去賣掉 沒有就是很不值啊 其實會破壞生活環境 這樣是不好的 連學生也沒站在校方這邊 校長大表無辜不值價值 不過倒也認了 砍出過程有疏失 最大的缺失就是說 我們沒有在去年的 六月小五會能過 再保校服務 而連現五的校數辦法 有規定是這樣的流程 去年因為疫情 學校五月停課 校務會議當然一併暫停 當時颱風季即將來臨附近社區的抗議 各方壓力不得不決定砍術 突發中心不倒 突發中心不倒 中文字幕包含 中文字幕可不得 中文字幕作為